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我们可以开始了 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由香港青年科学院举办的 《研之有利工作坊》第三场科学家分享会 我是香港青年科学院被书处的同事Ata 还有另一位同事Oscar 我们会为大家主持今天的分享会 我首先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工作坊 《研之有利工作坊》是香港青年科学院今年新举办的活动 目的是透过邀请香港顶尖的科学家 向中四、中五的同学分享如何开始一个研究项目 令大家对科学研究更加有认识 同时也希望可以提升大家的分析、计划、组织和表达的能力 我们头两场科学家分享会已经在五月底和六月中顺利举行 同学可以在香港青年科学院的网页上 重溫这两场科学家分享会的精彩内容 我相信大家之前都收到我们发出的电邮 所有同学都需要参加最少两次的科学家分享会 以及提交一条题目 提罪影响未来二十年的科技的一分钟个人短片 就可以获发由香港青年科学院发出的证书 再次提醒各位同学 有关提交个人短片的拍摄的截止日期 就会是六月二十七号 即是未来的下星期一 所以如果还未交视频的同学 就记得把握期间的时间去拍片 就将视频上传到我们之前的E-mail 给大家的Google Drive上面 在这一刻简单介绍了两位的讲者之后 我们就会有大合照的环节 到时麻烦同学开一开Camp 我们就会拍照片做一个活动记录 今天我们都很高兴邀请到两位讲者 跟大家分享 他们分别是香港青年科学院院士 香港大学病理学系副教授黄泽博士 另一位讲者是香港青年科学院院士 香港城市大学化学系副教授郭俊杰博士 当两位科学家分享完之后 我们都会有一个问答的环节 如果同学想向两位讲者提问 我们会有两个方法 首先大家可以在zoom里面有一个举手的功能 主持就会邀请你开Camp和开麦 到时同学就可以直接跟两位科学家去提问 又或者 同学可以把问题透过一个聊天室的功能 就发送这个问题给一个Q&A 欢迎提问这个币 主持我和Ada 就会抽取部分的问题 就帮大家去发问 因为我们的分享会 之前Ada也说了 我们要参加两次 再加上一个提交这个影片 我们才可以有一个抛法证书 我们之前也收集了一些 这次出席不了的同学的提问 我们都会在问答环节 就帮忙帮大家去提问 好 不如我们现在 因为趁很多同学在这里 我们两位讲者开了Camp 我们就想做了一个大合照 就想麻烦同学开一开Camp 好了 我看到同学都陆续开了 谢谢大家 因为很多同学 我应该会拍两三张 好了 麻烦大家看着镜头 看着镜头 好 1 2 3 好 谢谢大家 好 我们事不宜迟了 我们立即邀请第一位讲者 黄泽雷博士出场 黄博士今天会为大家分享的主题 是科研的起点 重新出发 有请黄教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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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黄泽雷 我是黄泽雷 现在在HKU 有一个研究的团队 我还可以是肝癌研究的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做科研的点滴 如何开始 如何去保持着自己的初心 先介绍一下我做些什么的研究 主要我的团队就是想拆解癌细胞的代謝机制 其实目标就是想找出一些代謝功能器 癌细胞才有的 那我们可以找一些药去抑制着这些癌细胞的代謝机制 而不影响到正常的细胞 那其实 Metabolism 即代謝的功能 其实是很很复杂的一个题目 那我右手边看到一些路线图 就很很困难 是想告诉你 其实我们每一天就是在拆解 究竟癌细胞是如何用它们的代謝途径去生存 那比起港铁线路是複杂很多很多倍的 那另外有一个题目 我们的研究队都是去做很多研究的 就是肿瘤的微环境 那其实肿瘤微环境是什么来的呢 那一个肿瘤里面 其实我们知道除了癌细胞之外 里面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细胞的种类 譬如免疫细胞 那为什么我们想知道 这种肿瘤微环境如何形成呢 那可能我说一说免疫治疗的理论基础 那其实免疫治疗是一种 现在很普遍的一种 癌症的治疗 那是 其实原理就是想击活我们自己身体的免疫系统 去攻击这些硬细胞的 那其实呢 我们身体有免疫细胞 那其实它们就好像我们身体里面的警察 就是这样帮我们杀死一些坏的细胞 或者一些bacteria 或者viral infected的细胞 那其实 它呢 那它呢 它会 癌细胞呢 就会可以学习 它们会学习 怎样去 拖拖了一些免疫细胞 遁阻止了这个interaction 令到这些免疫细胞 是不认识得攻击这些cancer cells 可以令到癌细胞可以逃脫了这种 把这种的监控 免疫治疗现在很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一些药可以阻止了 这个癌细胞和免疫细胞的interactions 令到免疫细胞可以被机会去正常工作去打低这些癌细胞 这一章就是去准备团队的研究目标就是想找一些抗癌的药物 在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堵截癌细胞的代謝途径 令到癌细胞不懂得吸收营养令到它们会死亡 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激活一些免疫的反应 令到免疫细胞可以去杀死一些癌细胞 其实我做了这个研究 做了十几年 究竟为什么我会开始做这些研究呢 为什么我可以保持着保持着自己的初心 一直继续去做下去呢 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Steven Hawkins 霍金的一个课题 我都很喜欢的 就是Science is not only a disciple of reason but also one of romance and passion 其实我很认同他说的话 就是其实科学不是只是理论 逻辑或者去分析一些数据 其实很多Scientists 其实都是拥抱着一些浪漫情怀 对科学那种執着 痴迷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很强的passion 去Science 去明白一些事物 一些理论 不如说回我小时候的时候 为什么我会开始科学之路 你看到这幅照片 就是我小时候好像很乖 坐在那里练琴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假象 我小时候记得 当我妈妈要我练琴的时候 一关到门 其实我对音乐 不是很感兴趣 但是呢 我就会打开一部琴 然后看看那些圆 或者看看 究竟为什么钢琴会发音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key 不同的声音 那我对一些解释的现象 很有兴趣 那另外一个例子 一些百验东西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小时候觉得 那支Zermometer 那些探热针很有趣 为什么当温度升的时候 探热针的高度都会升高 那我就用了当时我觉得 很聪明的方法去解答这个问题 就是喷一声打烂了一支探热针 那发现为什么有些银色的东西流出来呢 那现在当然是知道那些是有毒的水银 那是一种mattle 那会有冷缩液胀的现象 那如果你小时候都试过 有这些百验东西的话 那可能你也有潜身去做科技 那很理所当然 那去到读中学的时候 我就对科学一些 subject 会有兴趣一点 譬如 physics, chemistry, biology, 数学 那在中学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打好基础 因为这些基础是很帮助我 在将来去做research 而且我记得当时我读中学的时候 其实除了对 读中学里面的内容 很有兴趣之外 其实我是对读中学以外的东西 都很感兴趣 因为其实我觉得科学是没有标准的 那不只是标准的 那当时呢 我就是那个年代 互联网未那么发达的时候 那我就经常会 一想到有些什么问题 分输的时候 或者商堂的时候 有些什么问题 我就抄下它 那就很多时候 会带着一张纸 充足的问题 那我就去问我的中学老师 经常阻止他们下班 那我就问一堆问题 我说你刚才解释这个现象 但是我又觉得有其他关系 我有其他问题 那我问他很多很多问题 那我中学的老师 都很感兴趣去教我 解答 逐一解答我的问题 那有些可能是 开放的问题 其实我们就一起去谈谈 那到了中学毕业的时候 其实可能大家同学 都会面对的 就是究竟我选择什么科目 那我当时都有想 究竟我去选择一些热门的科目 可以容易一些找工作的 将来 譬如 business 啊 finance 啊 或者有些专业资格的一些科目 那但是我最后 都是选择了 觉得自己是喜欢science 特别是life science 这一科 那去到大学 我就决定 life science 那也都觉得自己没有选错的 那在这里也都去 要 remind同学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science 是一科水泡科 那就千万千万不要选择science 因为science 其实是 如果你要之后做得好 那其实它的门槛 一点都不比其他神科低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选择science 只有一个原因而已 就是你很感兴趣 你的passion 你的interest 去选择你去选择读science 这个课 那其实入到大学很开心的 因为呢 真的接触到很多 再specialized 的一些特别 譬如 分子生物学 啦 genetics 遗传学 遗传学 免疫学 微生物学 生物化学 那也都会有机会去做一些intern 在一些lab那里 可能做个summer intern 或者做一些final year project 和一些同学有时会查博 去上一些lab course 那中间会有一种 有一个sense 有一个taste of 一个lab是其实如何运作 如何去做experiment 那去到读大学 读完大学的时候 那就会去想 究竟我出来做事 还是继续做research 继续去读master phd 那当时很多同学 就在这里有个分岔位 那他们就可能出了去做事 或者做药厂 那也都 我自己就觉得 在读大学的时候 已经培养了很浓厚的兴趣 做research 读science 那所以呢 我就决定去继续读master 跟着phd 那我选择的科目是cancer biology 那其实呢 postgraduate study 和undergrad 和中学 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那在大学 你在中学 其实你是跟着syllabus 那有textbook 你有teaching materials 老师会给你读读 但是呢 你读到postgraduate study 完全你的syllabus 是自己 靠你自己 那就是说 你想学多少东西 你就可以 自己去转研 学很多 你自己想学的东西 那方向是你自己去定的 那我就觉得很开心 就是说一个好像没有界限 那样 也都很free 可以自己去想很多假设 hypothesis 那有开心的地方 也都是会有很多frustrations 的 因为有很多同学 就会不习惯 因为没有什么 那么straight forward的guidance 那变成可能会有些少不习惯的 但是我自己就很喜欢这种模式 可以自学 那也都另外一个frustration 就是可能那个时候 要学做实验 你要用一些实验去证实 你自己的假设 那其实都需要累积很多经验 那也都不容易 那会很多时候遇到挫折 就是有时那些实验会被离开 或者是你做出来的结果 和你的假设不一样 你不停不停地去面对失败 但是你要站起来再做 那这里都磨练了我的意志 意志力 还有中间其实学了很多 critical thinking 和independence 有独立的troubleshooting skills 另外就是 怎样去表达一些自己的idea 怎样可以一些很抽象的idea 怎样可以在这个writing那里 表达出来 怎样去present出来 那中间我也觉得过得很充实 在这个phd study里面 那也都其实当时我已经是很firm 很决定 就是决定一定会走科研下去的 那其实读完的phd毕业呢 只是一个拿了一个entrance ticket phd students 其实就好像beginners 做research的beginners那样 那那个时候呢 我就又有另外一个decision 要去做决定的了 那第一呢就是究竟我留在香港 继续做现在做得挺好的研究 还是出去闯下 那就要放下了现在的project 重新开始了 那当时就胸口挂过泳子 自己一个去了美国 去做一个post-doctoral training 那就去跟着一个当时都很出名的scientist professor Greg Semenza 去做博士后研究 在他团队里面 那professor Semenza 他就是发现 温氧气感知机制的一个scientist 那他在2019年呢 拿了诺布尔奖的 那我其实在这一段经历里面 在他的实验室呢 学了很多做实验的techniques 如何去lead一个project 那除了knowledge science的content上面 学了很多东西之外呢 其实我更加珍惜是 学到他对science的一种 一种态度 一种不屈不撓的态度 遇到什么困难 困境他都很坚持 很专注地做下去 那也都会 他对科学的仔细那种执着 也都是我很respect的 那他当时呢 是真的现在都更加更忙 那他是一个很忙的scientist 他也是clination 但是呢 他每一个礼拜 和我们每个团队 每一个人 一个人 每一个礼拜 都有一个钟以上 那他就去 guide我们的想法 也都教我们 怎样去想 不只是教我们做 是更加是教我们 怎样去思考 那我真的很感激他 在这段时间教了我 那因为他教我的东西 是很帮到我去 去再去进一步 去成立自己的团队 当自己的团队 那我做完了 那个postural training 完成了个training 之后呢 那又是另外一个 decision 就是说究竟我 在外国继续做研究 还是我回到香港 去自己去建立自己的团队 那当时我就 决定试一下 不知道自己 可不可以做下去 但是 当时都去想 有机会就去尝试了 那接着我就决定了 回来香港 也是我自己的 出生的地方 去继续我的career 继续做科研 那到做了principal investigator 就是你手席研究员 那我们就要自己 带领一个团队 有自主的研究方向 那还要真是multi-task 要找很多funding 去维持住自己的团队 要mentor自己的学生 做一些teaching的工作 和administrative的work 那在这里当中 真的要很懂得去好好地利用自己的时间 很效果地利用自己的时间 那另外一个challenge 就是当你建立了自己的团队 做科学 其实是不进质退 那一路要保持自己的团队的方向 是一个research的前沿 怎样去吸收最新的资讯 怎样可以去一路向前走 继续pushing knowledge frontiers 继续去增加我们对人的认识 那这一道其实都要很大的努力 一路去push自己 可以有足够的material knowledge 去带自己的学生的团队 那所以呢 我刚才就说了我的research的一些点滴 过程 那其实你可能都会听到 可能究竟Carmen一路走下来 他可能有些什么quality 可以令到他维持住 那其实中间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可能开头做research的时候没有的 那但是呢 一路做science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一路都去慢慢去学习 去进步 去希望可以有这些quality 那有些什么呢 最紧要呢 就是如果你有curiosity的话 好像我这样 小时候呢 可能会有一些百艳东西的 不要紧要的 这个是一个好的开始来的 那有curiosity 好奇心 对一些事物 很想知道 为什么它会发生 Creativity 有想象力 有创造力 创造力 那要做实验的时候呢 你可能要有一个observant 的personality 就是说 你要观察力强的 那还有Meticulous 要很小心 做实验的时候 要不然就会常常都炒了 那另外呢 要有决心 determination tenacity resilience 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有个韩力 不可以那么容易放弃 適应力要强 因为你可能会去到很多不同的环境 遇到很多困难 你要適应 用一个positive的态度去adapt 另外呢 都要对science 是有兴趣 有sense 有intelligence 还有最紧要最紧要的一件事 就是大家一定要有热成 才可以做到下去的 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一个quote 都是我很喜欢的 就是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o never stop questioning 那这一句呢 就是albert einstein说过的 那我觉得scientist 是应该要有这个quality 就是never stop questioning 常常都要问为什么 为什么有这个现象 OK 那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 对科研的感觉 那科研其实最令我着迷的地方 就是没有止境的 你会有很不断有很多新的问题 每一日呢 我上班都很期待着有新的发现 新的突破 那每一日对疾病的发生 都会更加了解 那无论多还是少 为人类的健康都做出了少少的贡献 那另外最后呢 无论同学想读science 或者不读science 也好 不要紧要的 try not to become a man of success rather become a man of value 就是不需要一定是 哦 人家觉得我很成功 而是你选择一份工作 是觉得有价值的 活一个有价值的人生 那今天分享到这里 多谢大家 好 我们多谢黄博士的分享 那现在我们呢 有请我们第二位讲者 郭俊杰博士出场 那郭博士呢 今天呢 就会为大家分享的主题 就是科学突破的比诀 有请郭博士 好 谢谢阿斯卡 好 我多谢Carmen的分享 那我会先转回 share slide 嗯 拆入PowerPoint 啊 拆入PowerPoint 拆入PowerPoint 已时间 成功 来 等多半分钟先 我们在等着Dr.Cock回来的时候,我再跟联系统一起谈论。 我们先跟着Dr.Cock回来,我们先跟着联系统一起谈论。 我们先跟着Dr.Cock回来,我们先跟着联系统一起谈论。 如果大家有问题想问Dr.Wang,就可以现在准备定理的问题。 你可以在我们的联系统里面问,直接用举手的功能,我们选择你问。 又或者你可以把这些问题送到我们的联系统里面。 然后我们就会有同事送给我们,我们的联系统就可以代问。 好,我现在先交时间给Dr.Cock回来,谢谢。 不好意思,你还有可能要订阅我做主持。 OK,OK。 不好意思啊,大家。 我现在现在我也有病人,不可能要订阅我说你吃这个东西。 所以我现在还是要老公,不可能要订阅我吃这个东西。 不可能要订阅我吧,我只是那时候再有些误会。 好,可以。 因为是我的位置最好。 没事的。 我没有任何唯误会… 我现在的安心。 都還沒得到 OK 好 好,不好意思大家,剛才是技術問題。 很感謝Carmen剛才的分享,我也很榮幸可以在這個平台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個人歷程, 我自己對科研的看法,還有我自己希望可以給你們一些分享。 然後在Q&A上我們可以再對答。 關於我自己先,我可以講一下我由大學開始的歷程。 我2005年開始在中大讀大學,那時候的大學制度跟現在香港的制度有點不同。 那時候我們還是三年制的,但是你看到我是讀了四年的。 之後會講到,因為我一年去了外國去做一個交流生的分享。 但是本科生大部分的時間都在中文大學跟林世樂教授去做這個化學研究。 那說多一點關於我和林教授的關係,那林教授是我第一年第一個學期進去, 那我做了一個科學叫做Analytical Chemistry,分析法學。 那我在那個科學,那幸好你們考得很好,那我很大膽地去電郵林教授, 那我問你下個學期,那個Lap裡面有沒有空缺, 我可以進來很容易廢幫你做任何東西,洗東西、學東西, 跟著那些人去幫他們做事。 那他很開心地接受了,那他說我有位,那你們可以進來試一下。 那這個機會我很珍惜的,那之後也分享給你們的就是, 我覺得很多時候要去問,要去試。 那不單止做科學,我覺得做任何事情都是的。 那我在林教授做了三年,那in between,那我就去了UCLA做一個交流生。 那其實中間的過程都不是一帆風順的, 就是可能有時候你們會見到,好像我們做教授也好, 或者做科學家也好,是好像很順利。 那其實很多東西,我想一百次的實驗裡面, 如卡文所說,可能都會炒了很多次。 又或者一百次的報告資料上面都會失敗了很多次。 那我們就是希望用這些平台去分享。 我們有成功的一面,也都其實是經歷過很多失敗的一面。 那譬如我報交流,其實我第一年是不成功的。 那他們有給我評論,就是給我一些意見。 他們覺得可能因為我一年一年就報的, 那他們覺得你剛剛進大學,可能未必適應到馬上去外國, 去自己獨立地生存,因為要離開父母,自己一個租屋住, 自己一個去處理很多新的問題。 那我就接受了的。那我第二年,我再接再例,去再報。 那之後他們就給了我去交流。那我就去了UCLA, 那UCLA就跟了Professor Julie Fagan, 那就是做一些核酸的研究的。 那在不同的環境上做事,和不同的教授, 就是中國人也好,香港人也好,外國人也好, 會有不同的經歷。 那這裏我可能如果待會有問題,可以再分享多些。 那但是在美國、加州的環境下去做研究呢, 那又帶給我一些新的衝擊。那也都很多時候是一些外國人居多, 那一定要逼著自己去用英文去溝通, 那去改善語言,因為主要科學的語言都是英文為主, 或者去一些開會都是用英文為主。那這方面會令到我會很 很努力去學英文和和人去溝通。那也是因為經歷過本科生的時候去一個交流。 那所以令我了解了,咦,在美國做研究究竟是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不好處。那接著我就回到中大, 完成了我最後那一年的本科生,那就畢業了。 那又是去到剛才黃教授所說,會有些人生交叉點, 究竟去外國讀好,還是留在香港讀好呢? 那我就因為經歷過去交流,我知道, 或者我很喜歡在外國生活, 還有做研究的那個自由度。 那所以我就PhD, 在國士生的時候,就去了東岸, 這次東岸,Penn State, 賓夕凡尼亞州, 立大學那裏讀PhD, 那都是做一些DNA,RNA, 就是核酸,去養核酸的研究, 那就跟這個Professor Philip Baffelacqua, 那在PhD讀了四零半,接近五年的。 那在這個階段裏面, 現在回想起,其實是我科研,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階段, 因為這四年五年, 真是,第一,可能是比較年輕, 那時候,很矮的, 那可能一天會做十二至十四個小時, 那一天一個星期做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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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 那也是, 那天氣那邊都比較極端的, 就是可以去到零下-30度, 那葉又可以葉到30度, 葉到香港都可以的。 那有了這些經歷, 還有有Phil, 就是我的指導下, 在那裏學到很多科學上的東西, 生存上的東西, 生活上的東西, 那在這方面, 我非常感謝它, 那現在都繼續有保持著很多很多的聯絡, 那也都有時會一起去寫一些文章, 那都因為很多的疫情, 那所以旅行比較限制, 所以, 所以, 那現在回到香港之後, 都只見到它一次那麼多, 在一個開會那裏, 那這個我覺得是讀Phil, 或者博士生, 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 那這個也是一個要選擇, 就是選擇地點, 選擇教授, 還有選擇研究的範疇, 那你見到, 我基本上由我undergrad, 去到Phil, 都是做一些核酸, DNA RNA的研究為主的, 那Phil畢業之後, 那我也都要決定下一步, 那究竟是, 是要出去業界做, 還是繼續讀上去, 做Postdoc, 即是去學術那邊, 那我那時候其實都沒有什麼去想其他事情, 都是想繼續在學術, 或者學術那邊, 去讀上去, 那好幸運地, 香港有很多支持的, 那時候就經, 通過這個Croucher Foundation, 都求初基金, 那就支持了我去劍橋, 做一個Postdoc的, 那就博士後研究員, 那就跟了, Shancaba, 在建橋大學英國的, 那這個也帶到給我有另一個衝擊, 那見到在香港有讀過, 在美國有讀過, 那現在去英國讀過, 那可以吸收國家之場, 希望可以, 那在劍橋裡面, 那個環境也都很不同的, 那做的研究, 那再特別一點, 去做一個叫做, 叫做, RNAG quadruplex的 structure, 那待會可能會看到少少少的, 那Postdoc, 就做了兩年的, 那之後我就決定了, 要回香港, 那就繼續, 做科研, 那下一個步驟就是, Carmen 剛才也有說到, 我會做教授, 那我2016年10月, 回來成大就做教授, 那跟著就, 做了幾年之後就, 就升職了, 很幸運地, 那現在變成副教授, 那over, 就是在這幾年之間, 那主要我剛才所講到的, 做的都是DNA RNA研究, 那可能你們中學生, 中四中五應該有教到的了, 那就是DNA RNA protein的關係, 那DNA就會做些RNA, 那些傳染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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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去, 翻譯到, 去變成, 到protein, 那些protein就是去, 去催化, 體裡面不同的, 的化學反應, 那但是我主要做的研究呢, 就是在RNA裡的, 那當然現在, 你們可能很多中學生都聽過, 或者知道什麼叫RNA, 因為我那個COVID-19, 是一個RNA的Virus, RNA病毒, 那很多種的疫苗, 現在都是用mRNA的Vaccine, 那所以, RNA變得相對地普羅大眾了, 比起我那時候讀書的時候, 那個營致之下, 那我幸運地都得到很多, 不同機構, 或者不同funding agency 的支持, 那再次, Culture, Culture Foundation, 對於我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那拿了個2019年的Culture Innovation Award, 那這個是我的團隊, 那時候的, 2019年的團隊, 那我做的研究主要是關於RNA 和基因的關係, 那怎樣可以去研究RNA的結構, 和它結構上的轉變, 或者它, 它的結構可以和什麼, 的 protein, 有 interaction, 去影響到它那個, 的 biological function, 就是對於它體內的功能上, 會有什麼轉變呢? 因為主要上, 傳統的科學家, 都是會比較偏向於做DNA的研究, 有基因的研究, 那或者去研究蛋白質上, 如果它們有了特異邊, 或者它們產生的水平不夠高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呢? 那相對地, 關於RNA的研究呢, 是比較少的, 因為它們很多時候被人覺得的感覺是, 在中間那裡, DNA混合, RNA混合, RNA混合, 所以它們是一個傳遞的角色, 就不是carry out一個 critical, 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 這十年, 八年的研究, 顯示到, 其實RNA, 除了是做這個, 剛才所說的傳遞角色之外, 都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種類的角色, 那我自己另一個看法呢, 其實, 怎樣去選一個科學題目呢, 有兩款的, 那當然, 今天可能那個時間上, 未必容許我去講到全部的題目, 那我會用其中一邊去講, 那我覺得, 有時候, 選一些研究的題目, 或者研究的項目, 你可以看回日常上有沒有一些, 我們經常都會有興趣, 就是curious的問題, 或者是, 一些可以用來去幫助我們日常生活的質素提升, 或者, 對於病人上有幫助, 或者對於其他動物上有幫助, 因為現在在講一體化, 不只是說人類健康, 動物的健康, 其他生態上的健康, 都很重要的, 其實對於我們人類, 如何去健康, 如何去健康, 健康, 健康, 因為現在已經不是在講, 如何去健康, 已經是開始講, 我們如何去健康,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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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這幾個題目, 我會想提到的, 那譬如, DNA RNA的研究, 其實跟我們的遺傳和進化是很有關係的, 有時候可能我自己都會想到, 為什麼以前我們這些人員, 有些是四隻腳要爬呢? 為什麼我們現在可以聽起空堂, 兩隻腳就可以走呢? 為什麼會有這個轉變呢? 進化上來去分析? 那當然, 你看到我們可能就因為技術的改善, 那我們現在很多時候對著電腦, 好像我現在這樣, 那也有這個電腦, 都幫了我們很多, 可以給你一個Zoom Talk, 那DNA RNA的研究, 也可以令我們在髮精上, 質疾病上, 癌症上, 可以有很好的改善, 那 both in terms of 治療, 或者去預防, 在這方面, 那也都有一些比較新穎一些的, 關於DNA RNA的東西, 就是怎樣去, 就是環境上怎樣去影響到我們其實自己本身, 那個表觀遺傳, 表觀基因的轉變, 就是最classical study就是, 為什麼有一些孖山的, 你放牠在不同的地方長大, 他們得出來的行為, 或者他們的效果會有很大的不同, 或者為什麼一個孖山, 一個有吸煙, 一個沒有吸煙, 一個會容易一點, 有肺癌, 那也可以牽涉到的, 是關於病毒, 細菌感染, 那我相信這一部分, 我不需要講得太清楚了, 因為現在我們還是在疫情之中, 那剛剛也都講到, COVID-19, 或者SARS-COVID-2, 是一個RNA的病毒, 那也都同時有很多DNA的病毒, 那我覺得去到最後幾張短片, 那我想分享的, 那Carmen也都有提到的, 剛才有提到的, 那我盡量集中少少說這三遍, 那也可以藉著我自己的生路歷程, 或者科研歷程, 可以用一些例子來呈現, 那curiosity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我覺得, 因為你首先要對一件事, 有興趣, 有好奇心, 你才會發文, 發文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對於科學, 或者對於任何的事情, 那這一部分, 不一定要是科學的問題來發文, 我覺得是一個把握機會的問題, 就是說, 你上課是否會想問一些問題呢? 或者我好像我剛才給的例子, 我想進入一個教授, 那我都要首先問一下那個教授, 有沒有空位讓我進入這個教授, 那這個很重要的, 那承諾, 那當你, 譬如, 以我的情況去說, 我進了一個教授, 那要很辛苦的, 那會花很長的時間, 那譬如我所說, 12-14個小時一天, 那其實很正常的, 那你要有個決心去堅持, 那很多時候, 好像Carmen剛才分享, 很多時候實現都會解僱的, 那我的例子都一樣的, 很多時候都會解僱的, 那怎樣去很堅毅的, 解僱了, 再去設計過, 想一下是否做錯了一些事情, 或者看漏了一些事情, 加漏了一些事情, 那要去承諾, 再去嘗試, 再去失敗, 再去嘗試, 那最後, 我亦都覺得, 溝通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 所有的科學, 研究, 科學問題, 都不是一個人, 或者不是我自己的一個人, 可以做得到, 或者可以做得很成功的, 那需要一個團隊, 就是作為一個教授, 我有一個團隊去幫我做, 那又或者作為一個學生的時候, 你會有你的團隊來, 或者你的學生同事, 或者你的導師, 去跟他們溝通, 因為他們可能會有他們的見解, 大家學的背景不同, 那你的導師一定會有多些經驗, 以及去分享, 去問一下你問題, 我覺得溝通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來的, 對於科學探索, 那我take home, 就給你們這三個C, curiosity, commitment, 和communication, 那最後再加回一兩張slide, 就是, 我覺得很多時候, 在香港我發現, 有少少這個bottonnet在這裡, 有時候可能分享, 或者交流比較少, 那我覺得YSHK, 那我加入這個平台是非常好的, 就是有這些suminar去分享, 大家科學家的生路歷程, 或者有時候分享他們的研究, 那我回來成大, 都有開始了一個叫做Hong Kong RNA Club, 就是很好聽, 香港RNA俱樂部, 好像很好玩的, 那其實很多時候都是一些suminar, 那當然pandemic上, 你見到很多都是zoom的suminar, 居多了, 那 before pandemic start, 我們會有一些in-person的suminar, 會請一些教授, 那這個MIT的教授, 那Havi Lodish, 那很出名的, 那會有些suminar, 那其實有時候, 我都會收到一些中學老師的e-mail, 我又問你, 我可不可以帶一些中學生來, 那我都有試過, 言歸他們去聽, 那我覺得會對一些中學生, 很大的幫助, 而且知道了有一個多個平台去學, 一些比較前緣一些的 topic, 那Hong Kong RNA Club, 就主要是關於RNA的研究, 和分享居多, 那最後我分享, 就是剛才所說, 那團隊很重要, 那我也想借著這個機會, 就是我的團隊, 那這個是2019, 那這些是新一些少少, 你見到我口罩就是新一些少少的, 那或者sum, 就比較新一些少少的, 的MEMBA, 在這裏, 那多謝你的時間, 那我分享, 去到這裏, 那就可以去到那個Q&A畫質了, 好, 謝謝, 謝謝Dr.Ko, 好啦,那我們現在呢, 就進入這個Q&A session, 那如果同學有問題想提出的話, 那你可以用zoom裡面舉手那個公文, 那我們到時就會叫你的名字, 就麻煩你開咪, 同學Kent可以直接問, 那或者你將問題傳到我們Q&A, 歡迎提問的帳戶那裏, 那我等同學舉手問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們之前中間都收到一些同學的問題的了, 那我首先第一條, 想問一下, 有一個同學想問你, 為什麼你一開始會想做這個癌症的研究, 那還有, 為什麼這麼多種癌症, 你會選擇肝癌去做研究呢? 嗯, 那謝謝你的提問, 那其實自己為什麼會做癌症, 是因為覺得癌症是一個都挺可怕的病症, 那也都影響了身邊很多人, 也都是影響了很多家庭, 所以就很想繼續去拆解癌症, 究竟癌細胞怎樣去運作, 去運一些藥去細胞, 那另外為什麼會選擇做肝癌呢? 那首先, 因為我也是在香港讀PhD, 那我們當時就希望可以做一些癌症, 是在香港特別是多個案子的, 會影響很多人的, 那這樣選擇了做癌症, 另外就是, 我們知道肝癌症是因為Hepatitis virus導致的, 那我的major, 我讀Undergrade的時候, 那個major是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 那想做一些跟肝癌有關的癌症, 那肝癌是其中一個, 嗯, OK, 謝謝你, 好, 我都有另一位同學的問題, 就問Dr.Cock的, 那其實他剛剛聽到兩位的教授, 也有去過外國去做一個, 就是ex-train, 或者去一個復書, 那然後再回來香港做一個研究科研, 那其實他想問, 海外留學是否必須的呢? 還有, 香港和外國的科研是有什麼分別的呢? 有請多多多, 好, 我先分享一下, 可能Carmen也是在唱片, 那我覺得去海外研究, 我覺得這個純粹是個人, 的選擇, 我覺得不是一個必須的環節, 那我覺得反而是, 那個重點是, 你會不會能夠去適應到一個不同的環境下, 去做你自己, 有依靠的事情, 那我覺得在香港, 譬如去不同, 香港不同的大學, 都可以有這個環境制造出來的, 那我自己選擇去外國的原因是, 因為我自己, 譬如小時候看那些故事書, 那很多科學家在外國的東西, 那我會有這個憧憬去看看究竟會怎樣呢? 那我又喜歡冒險比較多一點, 那所以我就會想去英國啊, 美國啊, 那再回到香港啊, 那也都會令到我可能容易一些去, 在這個組織的時候, 我給到這些經驗他們, 嗯, 那我當時, 我覺得, 做, 就是出去外國, 其實我都很鼓勵我的學生去, 去這樣做, 就是好像阿傑說, 那其實不是一個必須的, 那但是, 都是一種體驗生活, 還有是去, 放眼世界, 那其實反過來, 很多在外國的學生上來, 去香港, 去拿一些 international 的經驗, International Research, 那都是一個reciprocal的, 那所以, 除了科學之外, 都是一種生活的體驗, 就是你可不可以adapt 去一個新的環境, 那在我的科學呢, 那其實, 外國那個connections, 那外國的connections, 那個network會很strong的, 那其實你出去外國, 也可以認識到很多朋友, 將來是你做研究的夥伴, 那在這些networking, 都很重要, 嗯, 好, 謝謝兩位, 那我也收到一條問題, 那他是想問, Dr. Wong的, 他說呢, 剛才你提到, 做科學家呢, 是要creative的, 有創意的, 那他說, 但是如果他個人的性格, 是比較務實一點的, 務實多於creative, 那他適不適合走這條路? 嗯, 其實做research, 有很多不同的position, 在實驗室, 那其實, 如果你對科學是有興趣的, 那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post, 譬如,如果你想一路走, 做, 可能, associate professor, 一路上學生的, 那你要自己帶一個團隊, 那有創意這個是, 都會很幫到你去, 去找一些好的research direction, 但是在團隊裡面,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崗位, 你又是一個很小心的人, 你都很適合做實驗的, 你可以追蹤一些, 比較常常的工作的, 但是你又想解決一些科學的問題, 那你可能都會適合做一些, 可能比較技術的post, 那也都, 譬如, 工業, 不一定要走學生的, 那我做科學, 那可能去藥廠, 那可能相對, 那個, 做藥廠就是看你做什麼post, 那所以, 其實都可以提供到很多不同性格的人去做, 那最重要是, 你自己覺得, 是否舒服你的位置呢? 嗯, 好, 謝謝你, 好, 我有另一位同學, 那他就問Dr. Quoc, 那他就說, 如果對科學研究很有興趣, 但英文其實未必那麼好的, 那其實會不會影響他將來科研的出路呢? 那怎樣去改善呢? 謝謝,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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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你的提問, 我自己其實, 小時候英文都很差,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會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可以改善的特質, 那很多時候, 我那時候就會看多些文章, 那或者看多些英文台的電視, 那我覺得這些首先會幫助你有信心去, 認識到一些文章, 就是詞彙, 那然後就會慢慢變成一些句子, 那我覺得很多時候, 會嘗試用英文去溝通, 那這一方面, 試一下試一下, 會容易去解決到很多, 可能自信上的問題, 或者詞彙上真的沒有那麼好, 那我都是其實去, 譬如我去我美國讀書, 很多時候, 我和一些我美國學生溝通, 都未必談得很順暢的, 開頭的一兩年, 那去到某個階段, 當你看的文章夠, 或者你試過, 撞著膽子去開會, 那你, 譬如你自己要提出文章, 那你一定要準備充足, 或者你預計到別人問你什麼, 那你這一方面就會慢慢去, 去建立到,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重要的質素, 但是我覺得是完全可以慢慢, 就是用經驗和自信去, 去練習, 就是熟能生效的一個範疇, 那我有一條問題, 是, 有一位應該是女同學來的, 想問Dr. Wong的, 他說呢, 其實近這十幾二十年, 就越來越多女性的科學家, 也有很多女生去投入科研, 那他就想問一下, 就是會不會覺得, 如果是女性去要走這條路, 其實是, 可能欺身會是比男性多, 會不會影響, 日後, 就是組織家庭, 或者生兒育女的人生規劃? 嗯, 這個很好的問題, 那我自己覺得, 現在做研究, 其實, 我都很感謝, 其實現在那個社會, 其實都給了很多機會, 女性, 其實, 我都覺得, 不是特別有一個分別, 但是, 比如去規劃家庭的時候, 那當然, 就是, 很自然, 就是女性會, 可能會, 可能會, 和小孩子的聯繫, 會比較強一點, 那, 變成, 會有一個, 你自己的心, 是會大的, 那, 其實都不限制, 其實很多科學家, 爸爸的科學家, 都很, 很, 家庭, 那, 其實, 我覺得要好好地, 和家人去溝通好, 大家有個共識, 啊, 我們的計劃是怎樣, 那, 但是我自己是, 讀完過博士, 相對, 就是比起, 我其他同學, 就是同年的同學, 相對是, 我遲了幾年才結婚, 那, 也都是, 遲了幾年才生嬰兒, 那, 但是, 其實我覺得, 只要你好好地, 自己的時間, 那, 還有, 最重要是, 真是找家人去好好商量, 去怎樣去, 去, 大家合作去, 去組織這個家庭, 那, 我覺得, 可以溝通, 這件事是, 那, 所以, 我自己就覺得, 會, 會, 會有 struggle, 但是, 可以通過的, 我覺得, 可以, 去避免的。 謝謝, 好, 我有另一條問題, 都是想問, Dr. Wong的, 這位同學有兩條問題, 那就是說, 其實他, 看過你包容之後, 那他就說, 你曾經讀過, Hong Kong U, 和Hong Kong UST, 那其實呢, 研究的環境, 在這個, 的研究環境, 有什麼不同呢? 而第二條問題呢, 就是說, 作為一個中學生, 那其實他都很想研究一些, 就是做一些, 做一些很少的, research project, of this life science, 那他就問, 可不可以給一些, 提出一些, 去怎樣去, 去處理一個, 研究呢? 就是, 在很大路上, 謝謝你。 那我先講了第一個, 就是, Hong Kong U, 和UST, 有沒有一些, 很大的不同呢? 其實就是看, 你入哪一個實驗室, 那, 因為每一個實驗室的風格, 都會有不一樣, 那不是大學, 有什麼不同呢? 那就是, 因為我在UST, 和Hong Kong U, 我在Hong Kong U, 就是在School of Clinical Medicine, 會做一些, 轉化性的研究, 的translational study, 那UST就會, Basic Science, 多一些的, 那所以呢, 因為, 其實就不是說, 學校是, 因為現在在那個, School, 那還有, 也是自己慢慢去, 的一個research 方向, 那所以, 都是看過實驗室, 在做什麼課題, 和實驗室的風格, 那第二個問題, Oscar, 可不可以再, 即是那個, 是怎樣去, carry 一個研究, 那個問題? 那他就說, 作為一個中學生, 那其實呢, 他很想, 開始一個, 一些小的研究, 那可不可以給一些, 提出呢? 怎樣去開始? 謝謝你。 現在是中學生來的。 中學生來的。 那其實呢, 你就可以去, 小小的研究, 你可以去, 去想一下, 你對, 有沒有對一些, 生物的東西, 關於生物的東西, 有,有,有興趣, 去,去想一下, 啊, 你可以觀察一下, 一些植物的生長, 那這些, 這些, 很小的研究, 科豆的生長, 那這些, 都是可以, 那, 那但是, 如果你說, 去再做一些, 深入一些的研究, 那你可能需要一些儀器, 那可能家裡是沒有的, 那你就可能要去, 就是, 和你的中學老師去溝通, 看一下, 會不會中學的, 有這個 facility, 那其實我也很鼓勵, 其實, 都藉著這個機會, 希望多些中學的老師, 可以, 和我們大學的老師, 一起去, 多一些 connections, 去培育我們的中學生, 如果有需要的話, 可以和我們一起去談, 如何去做一些, 中學生可以處理到的研究, 嗯, 謝謝, 好, 那我這裡, 收到一條問題, 是想問兩位的, 那他就說, 現在的科學潮流, 就好像是鼓勵一些, 跨學科的研究, 是的, 那他說他們這個階段, 應該要好好裝備自己, 真是去選一科, 去讀好些先, 或者專心研究, 還是其實他, 還是其實你們都覺得, 譬如, 可能3CNB, 電腦什麼事情, 每樣都要, 起碼好, 是的, 應該是怎樣的, 好, 我可以先回答, 可以, 我覺得, 我都是用我自己經驗分享, 那我是讀法學出身的, 但是, 去到某一個階段, 當你想做某一些實驗, 或者某一類型的實驗, 你會見到是不足夠的, 就是那個經驗上, 或者那個能力上, 那很多時候都是要自己去找資料, 那Carmen剛才有提過, 以前我們網絡, 沒有什麼, 或者很差的時候, 就比較痛苦一些, 但是現在, 譬如我現在都會建議那些學生, 很多東西不明白, 你其實, 按一個按鈕, Google已經會找到答案出來, 那我覺得, 慢慢地, 我覺得, 你習慣了自己去, 去思考, 和去找答案, 那當然你都可以問, 問你的中學老師, 或者, 如果已經入大學入職, 問你的大學老師, 那我相信他們都會很歡迎你去答, 那現在的渠道, 它多了很多, 就算你不是說, 選了一個科來讀, 或者你選了一個科去讀, 你選了一個科去讀, 你選了一個科去讀這些科目, 但是你自己去學, 也都有很多平台去去吸收到, 譬如我讀科技, 我可以找到很多Biochemistry, 很多Biology的東西去看, 那你都可以去嘗試去搜尋, 去檢查一些課程, 那很多大學老師都會很歡迎你們, 這樣做, 是的, 我都很同意阿杰的說法, 因為其實我讀中學的時候, 那我也有去設置一些大學的課程, 那其實是我中學老師, 有個朋友他做著大學老師, 那其實是多了個機會, 讓我真的去接觸到, 真的會再深入去, 譬如科技究竟是怎樣, 工程師究竟是怎樣, 去理解自己是不是適合這個科目, 那我自己就是因為有機會坐在這堂, 後來我覺得, 原來工程師未必是我最喜歡的東西, 那我就最後決定選了生命科技, 所以不怕去問, 不怕去試, 好, 那我們謝謝兩位院士, 也謝謝你和我參與, 我們時間其實差不多了, 那我看看第四部, 再有機會可以聽到Dr.Pock和Dr.Wong的分享, 那我就想趁大家say bye bye之前, 就宣傳一下, 我們其實呢, 明天會有個, 我們知道有利工作坊的硬逐章, 可以出場的, 那其實就是我們這個, 三代科學人的公開講座, 那我們就用了三代科學人, 分別呢, 他們會分享他們在科研路上面的故事, 和當中的心路歷程, 那三位科學人, 那其實他們就是香港科學院創院院長, 蔡徐立芝教授, 香港青年科學院院長, 岑浦張教授, 和第一屆休成同中學方向獎, 亞洲數學科, 銀掌得主的楊文聰同學, 歡迎大家參與, 由於是這個公開講座, 其實已經有很多市民報了名, 所以就請,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就快點報名如流為止, 那我們有關的活動詳情, 其實早前已經E-mail了給大家, 大家也可以透過我們香港青年科學院的網站, 留意我們接下來最新的活動資訊, 我們明天的公開講座再見, 多謝各位,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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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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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 privileges